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的八大古都之一 在历史的鼎盛时期曾经有过 变精复利 天下无的美誉 而武林龙中队 经过2017赛季年终总决赛的对抗 我们也再一次带着 中国无限制格斗的最强力量 汇聚在开封 金腰带的拥有者将会面临新的挑战 而我们新一轮的榜单争夺 也即将打响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古独开封 龙中开战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营量级的青年赛 首先我们有请蓝方选手 来自中国的韩家墙 营量级的牛 перек战 营量级的cin就是 背料级的 我有说 营量红 猪猪 好 各位观众 现在出现在画面当中的是蓝方选手韩家强 韩家强 今年20岁 身高1米75 臂展1米76 这样比赛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决 来自于沈阳荣道格斗俱乐部的韩家强 是今天首次出现在武林龙中队的比赛当中 是他的首秀 欢迎他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场地当中 接下来要出场的红方选手是一位19岁的年轻小伙子 他的地面技术包括战力技术都很强 是一个综合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N波格斗的一组小伙 阿平王龙 阿平王龙 我是阿土王龙 从中国 我给你阿土王龙 好的 观众朋友们 现在出现在我们画面当中 正在跟团队成员进行拥抱 然后进行简陆的是 本场比赛的红帮选手 来自N波格斗的民族小伙 阿土王龙 今年非常的年轻 只有19岁 身高175公分 地长是179公分 比赛体重是57公斤 那他要参加的是一场 银亮级的青年赛 这是他在武林龙中队当中的首秀 好的 同方选者阿品王龙 蓝方选手今年20岁 身高1米75 臂展1米76 体重57公斤 来自荣道格斗俱乐部 目前的积分500分 掌声再次送给蓝方选手 来自一族的小伙子阿品王龙 军体重57公斤 来自N波格斗俱乐部 目前的积分同样是500分 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一族的小伙子 阿品王龙 武林龙中队 龙中 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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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展上的话 阿平王龙这边是有优势 没错 上钩漂亮 这个位置找得非常好 掌声后白 好保重 要紧地面吗 没有 看起来都不是很紧地面 是的 好的 后手再到了 再来一个 顶期漂亮 这一席抓的机会很好 是的 两个虽然都是年轻的动员 但是上来打得不及不造的 都很有章法 对 各自的进攻都很稳 看起来这个阿平王龙这边进攻的武器更多一些 是的 腿法和拳法的这个变化很多 是 毕竟是身高必长 抓住 包腿有机会好的单腿摔倒 压住 对 直接扑到对手之后压住 我感觉刚才那一下阿平王龙没有反应过来 嗯 跟着感觉就是 哎 这就倒了吗 这边要掰着对手腿要过 还是想要过腿 还是想要过腿 铲得比较高 要小心一些 是的 还是想要去踩跨 现在对手抱着他的这个后脖子或者身体 不让这个阿平王龙能够直起身 是的 其实阿平王龙这边还是很想要把对手给推开啊 因为这样的话 他找不出来适当的距离 就没有办法完成击打 好的 对手 现在下位的这个韩家强防守还是比较冷静 没错 接腿之后起身 嗯 刚估计没有估住 继续回到站立 这两次进入到地面之后 我总觉得阿平王龙一看对手进入到地面 对手一倒下 自己的反应好像慢了半拍啊 就是瞬间不知道 哎 我马上要该干什么了 往下要怎么进攻了 而且就是等着这半秒钟的时间 其实就给了对手很好的一个防御的时间啊 后手 好的 这个攻击射程上面 好的 阿平王龙这边 还是打得很准 是 两个人出前都非常快啊 CG接一个后手 后手漂亮 再来一个后手 双方护给 嗯 先扫 一扫漂亮 压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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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上压 前手再高扫 好顶住对手两个人 走进 回一个 吃鸡 哎 差一点 最后十秒 好重 漂亮 那一圈打得很沉 是的 上钩 连续的进攻 打中 好的 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这回合当中感觉 阿平王龙这边 他的上钩拳 还有他的吸鸡 都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给他自己其实沾了不少的光 阿平王龙这边啊 他的进攻的套路更多 没错 不管是近身的这种吸鸡 还是远距离的这种后手等等 都是有很强的杀伤力 而且点打得很准 是的 那到地面上之后啊 反倒是寒家强的防守 更固执的更稳健一些 没错 尤其是一进入到地面 阿平王龙还是在战术上 可能没有把思路给理清楚 这边是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 不知道经过短暂休息之后 双方的教练组 有没有给他们一些 新的战术指导啊 对 作为两位 在龙中队首秀的选手啊 两人战力上打得都不错 没错 都是非常的清晰有效的进攻 而且像这种 先给吸鸡再接后手拳 的确见的不是太多 好的 暴摔 但这次寒家强彻底防住 是的 不住了对手 对 在绝对力量上看上去 好像两人气骨相当 好的 又是个吸鸡 哇 这一吸很重 是的 今天阿平王龙这边的吸鸡 真的是给自己占到了不少的便宜 而且阿平王龙的这个进攻时候的爆发力很强 没错 所以他那个进攻的击打的威力啊 肯定非常的巨大 是的 还有他的上钩拳 对 真的是今天的这个吸鸡跟上钩拳啊 打到现在已经给他占了不少便宜了 两人击打战力前手 好漂亮 漂亮 别拖一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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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后手接高扫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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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后手 连续两次韩家强 是的 韩家强这边就是 他在出组合拳的时候 一般到了尤其是第三拳 就开始要想要去防了 对 都看得出来两人就有这个 很强的连续往前突击的这种进攻的能力 没错 一旦对手进攻 都不停的往后退 是的 哇 连续的后手打住 漂亮 还有一个 好 压住对手 韩家强现在信心越来越促过 哦 背心 哦 背心 韩家强这边突然进攻行 是的 啊 强着起来 看阿P王龙这边啊 在后退 来分对手周旋 是的 要抱摔啊 防住了 对 哇 这个防摔很很重要 顶到龙王边 我们看对手有抓龙王的这个嫌疑 阿P王龙这边 其实李老师应该过去看到了 对 对于阿P王龙这边 不要抓龙王 赶快调整一下节奏啊 对 赤刀这手连续中击之后 对 终于把这手摔倒 赤身摔倒 可以缓一缓 阿P王龙这边啊 因为赤刀连续自打之后 对于体能消耗应该挺大的 是的 但是韩家强刚才的那一番进攻啊 真的是可拳可点啊 可惜啊 这个防摔没防住之后 又是到了地面这种比较被动的位置 是的 但是一进入到了地面之后啊 尤其是阿P王龙 在比如说现在这个把握的时候 对他来说其实很难受 因为自己避展也太长 就是想要找出空间来击打对手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现在还是摆脱不了对手的纠缠 没错 对于上位的阿P王龙来说呢 他倒是不用着急 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稍微恢复一下 是 其实可以坐一坐踩跨 把对手给蹬开 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这个意思 而是把两条腿关在一起了 嗯 但是他现在的状态 不应该是关注对方 控制住这个节奏啊 要把对方蹬开 站起来 好了啊终于有机会过腿 哎呀 对手给翻到了原来的位置 是 啊有没有机会起身 往往边能站起来吗 行 他会啊还是挂在对手腰上这样 是 是 10秒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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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啊 这回合我个人觉得一进入到地面之后 双方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打了 对 阿P王龙这边是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在上位的进攻 而韩家强那边呢 啊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 应该是用 踩跨呀这样的 把对手把对手给增开 但是其实也没有做 而是一味的搭了一个扣 咕噜对手 对 两人在地面上的进攻呢 完全没有站立时那么火花四箭啊 没错 对于韩家强来说 第二回合在站立的比喻当中 有一些反转的局面在 好在呢 这个阿P王龙的5G也比较多 可以把这儿抱摔到地面 没错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上来还是 对 总觉得这会儿战力上韩家强的信心 是越打越俗 对 但千万贝贝对手摔倒 没错 好的 好手 哎这几次都没扔中啊 没错 但是体能上看得出来 这个韩家强可以啊 是的 上钩好的 好手 对 反而我们现在看就是 在第一回合当中 战力打得很好的阿P王龙 现在这一会儿不行了 这一会儿啊 是应该是打累了 对 特别是在遭遇到对手重击之后 对 其实我们看 哦 招手的架子已经不是太好了 看看 如果对手一旦要陷入到硬拼的局面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去躲开 没错 哎这个扑倒很棒 是的 加尼如果没有办法打开局面到地面的话 目前看起来是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是的 但是旧帕又回到了第二回合后半程的那个状态啊 就是说嘛 谁都不是太好的能够进入到地面 有比较清晰的一个起打方式 只要是压在上位的话 对他来说问题都不大 没错 现在目前看起来他没有想要起身的这个趋势啊 没错 你看两个脚还是扎个扣 还是扎个扣 还是扎个扣 但是你扎扣的问题就是 第一你自己移动不了 第二你又不能够比如说过肩给一个 就是三脚脚这样的锁迹啊 现在两人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啊 进攻并不多 没错 就是阿品王龙现在的状态就是 韩家强一旦孤入他的颈 这两条大长胳膊是真的抽不出来啊 完全没有击打的空间 就是没有能够完成击打的一个距离啊 就是干打打不着 还是估计啊 现在这个厂家的他们的教练啊就在为两人支招 没错 对 对 这个是红帮龙多格斗这边的教练啊 嗯 你现在用肘打身体 然后再打头 嗯 在这个位置肘肌身体是可以的 对 如果 如果 两个人现在移动到我们俩正跟前了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看 刚才那个位置 其实阿品王龙用肘去击 韩家强的内部其实是刚好的一个位置啊 对于韩家强来说啊 他需要做一些改变了 没错啊 不然阿品王龙这样一直往前 顶顶顶顶顶顶顶 马上就到龙网边了 这是想逃身后也没有空档了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局面 看已经顶到龙网边了 加油 好 测身 测过来 最后一个回合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 其实韩强强应该有一些的改变 抓紧时间有一些改变了 抓紧头 想他头 喂 喂 请光仔 好 好 头低下吧 反而阿品王龙这边现在是不着急啊 嗯 继续压住 对我现在只要压住你就可以了 只要裁判不叫停 我就能够继续这样持续压你 看起来在地面上两人的这个技术还得继续磨练 没错 十秒钟 结束了 好的 三回合的比赛结束 就像第三回合一上来 阿品王龙的战术选择很正确啊 看到自己战力 呃 越打越没有优势之后呢 没错 直接摔倒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赛的战术 是的 那其实对于韩强强来说 有一点可惜啊 没有把握住自己在战力上的优势 就是让他成为拿到比赛主动性的一种方式啊 不管怎么样 两位选手苦战三局 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比赛的最终结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洪峰上 有请颁奖嘉宾 武林龙中队开封站主办方张慧女士 开封巨宝商城总经理刘嘉先生 为获胜方颁奖 感谢颁奖嘉宾 也恭喜获胜选手 第一次登上我们的擂台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这个就是我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恩波先生 然后如果不是他每天晚上给我们加力量 我不会撑下来的这回合 他每次说在最累的时候都要爬上山顶 在山顶上才是真的好人 真真厉害的人 然后我就坚持下来了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WLF旗下 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 武林龙中队 我们在开封市人民体育馆为您呈现 我是主持人李扬 古都开封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 可以说承载着中国上千年璀璨的民族文化 开封是八朝古都 在这里呢也有着非常厚重的传统武术的基点 在开封现在有21个民间武术的研究会 还有26间武馆 在一个城市当中 能够有如此繁多的武术流派 也是非常罕见的 而这一次 武林龙中队带着风靡全球的 无限制格斗来到开封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武术 和风靡世界的无限制格斗 做一个完美的融合 接下来明天带来的是一场除量级的青年赛 首先有请的蓝方选手 来自于中国的哈萨克苏 他有一个绰号叫做霸天虎 欢迎阿赫纳尔卡德汉 好 各位观众 现在出场的是阿赫纳卡德尔汗 这位选手来自于中国的哈萨克族 外号是霸天虎 今年只有18岁 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武林龙中队的除量级青年赛 卡德尔汗今身高是1米65 臂展1米67 来自于郑州成光格斗俱乐部 此前取得了两剩一副的职业生涯战绩 演络完毕之后 有请卡德尔汗进入到我们的铁龙当中 接下来让我们用同样热烈的掌声 有请红方选手蒋汗 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方选手今年22岁 身高1米65 臂展1米66 体重61公斤 来自江西青灿搏击俱乐部 目前的积分同样是500分 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江浩 场上裁判精军体武林龙中队 龙中开战 封资 然后 uw优优独播剧场 already 封 any 封 easy 封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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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5 4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頂級無限制格鬥賽事 武力濃通費的比賽現場 我們在開封市人民體育館 為你帶來本場比賽的實況 我是評論宇晨 在我身邊的是鄭文綺老師 歡迎 大家好 聽說短褲的是哈薩克族的阿德爾漢 因為體重沒有過棒 被扣了一分 對 超重了 但是從這個快頭上看 的確是比江豪大了那麼一圈 但是江豪的這個體脂率更低 對 肌肉為度也很好 兩個人 就是身體上的指標很像 身高地盞都非常的接近 後手 抱腿 兩邊摔倒 防摔做得很好 繼續往前 給前次 現在看 雙方同時下潛 是的 都很有想法 頂到了龍邊 江豪這邊 被對手反轉過來 能不能有個半摔 還是要扭倒 但是也小心對手拿背 是的 哦 漂亮 你看啊 這個卡德爾漢就是 小時候一直練摔就出身 沒錯 對手一個翻摔 結果他單手撐地 來了一個 跟著一起翻摔的動作 身體非常的靈巧 連續的左右打中 前手 又一個 這兩個前手前給的相當水 又是前手 手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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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達爾漢現在出錢不多 你看但是他的 對手也有一點打中 對 東方各有前手 後手 來這邊要爆摔了 爆摔 這個防摔做得不錯 看看力量的比拼 這邊 阿達爾漢力量明顯更足 這邊要爆摔 好漂亮 果然來到錯身位 感覺把對手 姜桃是只在空中的兩三秒才拿下來 這個絕對力量啊 真的是 相當大 剛才是 挨了對手幾個拳頭之後呢 卡德爾漢看到 自己有一些處在下風 所以直接選擇了爆摔 起身對手要爆 牙跨 這邊要做短頭台 是的 這是一個沒有代幣的 戰力的頭台 戰力的頭台 沒有 對手力量還是很大 直接推了出來 雖然在體重上有一點劣勢 但是江豪在絕對力量上 並沒有太大的劣勢啊 這個從剛才雙方 不論是在龍往邊 還是在地面的全鬥上 能夠很明顯地表現出來 雙方的全鬥都很硬 是的 後手 看到一打到對手腦袋上 雙方都有一個後退 是 都是 屬於後手前勢大力成型的 反身掃踢 我覺得卡德爾漢要少做這些轉身的動作 沒錯 明顯他現在體能不如對手 是的 前手 有 但看起來正好的抗擊打能力比對手更好一些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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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高少 高少踢在肩膀上 嗯 應該問題不大 看看有沒有機會卡德爾漢這邊再去爆摔 嗯 現在看起來他就是體能下降的比較快 是的 如果拖到後面兩個回合的話 對他來說並不是太大的一個 嗯 好的 好 裁判是機器兩人要進攻 壓跨 看江豪這個力量啊 對手猛推了他一路就沒有倒 是的 聲聲給變回來啊 哦 哦 好的 嗯 前手拳 注意力要集中啊 江豪 再摔 這邊看看 把對手啊制住之後有沒有擊打的空間 哎呀 直接到了側面 嗯 這是 可以打內部了 抓到對手的脖子要做整個抬 但是在這個位置啊還是比較困難 10秒鐘 10秒鐘 不到 搶了個雙 三頁下 腦龍往邊頂 呼吸呼吸 走 雙方第一回合比賽結束 對手在這回合當中 兩個人應該算是各有千秋啊 對 但是 我個人感覺 阿德爾汗的那個體能 讓我在他的第二回合 甚至第三回合會比較擔心一點 對 就兩人在第一回合拼得很猛 消耗顯然都是很大 沒錯 在這場消耗戰的話 相信江豪應該是更佔優一些 我們一起來實在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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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雙方第二回合 那時候呢需要更加有效率 是的 如何分配自己的體能 我覺得應該是阿德爾汗 需要考慮一下的問題啊 暴摔 雙方節奏都是放慢了 估計卡德爾汗也在考慮自己的體能分配問題 有小波 這邊有機會 對手 轉了轉動臺 轉動臺 轉動臺很順 是的 掛得很深就看能不能完成 現在需要再調整一下把自己的胯給挺起來 是的 但用手的力量來攪的話是攪不了多長時間的 沒錯 也會很消耗自己手臂的力量 對 自己的消耗也很大 目前來看卡德爾汗應該問題不大 現在看起來這個把位不夠深 是的 從我們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手套 在這個紅色的殘 對 沒錯 這說明這個把位還不夠深 沒錯 如果在 如果在特命的角度只能看到這個走的話 是的 那規矩 那規矩這個把位就很深 就長了 好 那對於卡德爾汗士來說 現在拿到上位可以喘息一下 嗯 嗯 在兩邊的內部應該可以打一打 起來 要往側撐位 還是想要壓住那對手 對 吸盾把對手踢開 好的 再鋪上去 到了側面控制 還是想要提撐位了 提撐位了 還是要掰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位置 腳好也挺執著 哦 這樣一個位置危險了 危險了 顏絕技打 顏絕技打 哇漂亮 這個力量好足啊 是的 剛才在地上直接一個扭轉 沒錯 位置反轉了 現在 正好有拿背的可能 但是我個人覺得 以他現在的絕對力量 即便拿到背 也沒有太大意義 哎有沒有機會 這邊拍了拍了拍了 哇 他是在這邊 嗯 在一個就是反過來的 這個 夾殺戶的位置 拿到了一個 這個叫什麼呢 可以叫斷頭 他也可以叫裸腳 對 有點像那個 有點像這個 鬥狗腳啊 這個位置的話 夾住了以後 需要有絕對的力量 然後把對手給壓住 之後 摁在地上 是的 然後直接就給腳殺了 好 在這恭喜一下 江豪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 下面宣布比賽結果 比賽進行至第二局 兩分四十六秒 紅方裸腳降伏對手 比賽結果 紅方勝 有請頒獎嘉賓 一劍哥社區電商運營中心董事長 白武成先生為雙方頒獎 感謝頒獎嘉賓 與恭喜獲勝選手 接到比賽中之就開始準備 一直準備到來這裡之前 都一直在空裡中啊什麼的 真的感覺值得了 對手力量大 能力強 前面幾次我都試著去 裸腳或者斷頭抬都沒成功 在第三次的時候呢 我就抓住了那個機會 就一次機會 就把整場比賽贏下來了 因為這次是我在武林龍中 第一場比賽 所以我挺激動的 巴爾幹半島 愛琴海盼 希臘獨立日前夜 獻禮不祭盛宴 十名中國勇士 面對近乎瘋狂的雅典觀眾 面對彷彿開掛的希臘鬥士 陷入一場異常膠著的比賽 在希臘諸神的重視之下 誰才是最後的勝者 4月14日起 武林峰中西對抗賽兩棲聯播 中國隊長 中國隊長傅高峰首戰告捷 立夏日再度出擊 刮起二如一八全台第一次熱帶崩爆 入雲龍董文飛 商譽復出 能否飛龍在天再入雲端 5月5日 武林峰震撼成縣 河南衛視現場直播 展現中國力量 弘揚民族精神 傳播中華文化 觀眾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WFF旗下頂級無限制格鬥賽事 武林龍中隊 我們在開封市人民體育館為您呈現 我是主持人李昂 接下來為您帶來的是 一場除量級的定級賽 首先要有請的藍方選手 來自於俄羅斯 掌聲送給 Nasludinov Shamir 遠駐居 主持人 好 歡迎 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是夏米尔的 夏米尔 各位观众 现在出场的是 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夏米尔 今年20岁 身高1米73 臂展1米69 本场比赛是一场 足量级的定级赛 双茫的体重都是61公斤 夏米尔此前取得了 四胜两腹的职业生涯战绩 观众比赛呢 也是会面对 来自于哈萨克族的 粗海衣服 来办在做最后的简陆 好 有请夏米尔进入到 我们的比赛场地当中 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选手 接下来要出场的 虎萨克族选手 他有一个绰号叫做胡郎 他不仅技巧和力量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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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非常善于捕捉场商 转瞬即逝的机会 一击致命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来自中国的 哈萨克族选手 胡威西班 出发衣服 好朋友们 现在出现在就是我们的画面上中 正在提起展路的就是文昌 带着红帮选手 来自中国的哈萨特国小伙 说号乌郎的无一须败 乌哈伊斯 年龄23岁 身高是176公分 比较是171公分 比赛体重是61公斤 来自山东大地中文学童俗乐部 目前他的职业战绩是 十战六胜四股 目前他要参加的是一场 独量级的组级赛 大马云正在接待进行详细的展路 今年20岁 身高1米73 臂展1米69 体重61公斤 目前的积分500分 我们掌声再一次送给远道而来的俄罗斯选手 纳斯鲁迪诺 小米尔 红方选手 今年23岁 身高1米76 臂展1米71 体重61公斤 来自山东大地综合格斗俱乐部 目前的积分同样是500分 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胡狼 汇西班 出发一步 场上裁判赵紫阳 武林龙中队 龙中开战 行 Dios 罢了 这一部分 以来 他能走在我的部位 都可以 照顾你 合访 每次 改变 你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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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订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F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 是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开封市人民体育馆 为你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评论员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郑文琪老师 欢迎 好 一上来两人就是要抱摔 特别伤面这边想要去摟对手的腿 但是看到这个穿衣服这边 也是一个经验劳道的摔跤手 没错 你来抱了单腿 看看能不能利用龙边来稳住自己的阵脚 其实哈萨克族的小伙子们 也都是擅长摔跤的小伙子 这边一直抢了对手的两个夜下 让这个山米尔没有办法很有效的靠近对手 没错 接上来就是要抱摔 他们警告不能再抓龙网了 现在 这是我们规则当中不被允许的部分 而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正在上劲的时候 好像顾不了那么多 对 这是一个很下意识的动作 现在我们看穿衣服 一只手抢上对手的夜下 另外一只手手是从上而下摟住 没错 哇 现在上面有连续的抱摔都没成功 对 其实这样在龙边很耗费他自己的体力 哦 半摔 终于成功了 马上推 对手的脑袋要起身 好的 漂亮 好的连续的大摆 是的 搞搞搞 有点累些了 这边 看看能不能先压制住 然后来砸击 没错 好 这个位置又把侧脸暴露给了对手 好的 挨了就只有两圈之后 还是抱单腿 没错 到了地面 先压制住 控一控节奏 让自己也缓一下 清醒一下 这边穿衣服 一直用自己的右腿的膝盖 顶住了下面 上面这边想要做单头台 但是在这个位置 其实不是太好抓 即便翻过身来 也不是太好抓 是的 翻过来了 对 看到他的把位还是没有松 没松 是的 这会儿就看绝对力量够不够 松手了 但是这个位置一旦松手 自己肯定就进入到了一个被动的把位 现在用双手勾住对手 把自己的脑袋藏在对手的胸口 是的 现在背了 好的 先起三角已经搭上 是的 他就裸脚 哦 这个三角扣搭得很死啊 手已经穿下来了 哎 倒在车往下砸 但是穿衣服死死的把住这个裸脚的位置 没错 并没有把穿衣服给砸开 但是现在就看 看沙密尔目前的表情应该还好问题不大 对 现在我们看穿衣服的这个手臂啊 对 他的手肩没有是对准对手的这个下巴 没错 这边还在锁 有机会还在发力 我们看 沙密尔死死的抓住对手的手 对 摆下来了 对 对 但是 出海衣服这边还是 但是身体的这个三角扣 也就是他的双腿啊 搭在沙密尔的腰上这个扣搭得还是非常的死 我就说其实还有机会 对 对 现在先把手抽出来 没错 信心一些技打来干扰一下对手 把对手先打开 现在拿到后背的位置之后啊 双方就是在争夺沙密尔这个脖子的位置 对的 小心不要掉下来了 对的 现在身体的位置有点歪 对 赶紧再调整一下 我们看沙密尔摟住对手的一只胳膊 不让对手身体能够转到后背 对的 好 他掉下来了 凯特扣已经搭开了 指在龙往边 好 就是对 他们要撤踹 看起来在刚才的一系列进攻当中 沙密尔的这个体能啊消耗很大 没错 我觉得朱哈伊虎现在就是应该这样 不要进地面 直接继续打战力 这个一个震灯啊把朱哈伊虎登飞了 是吧 好 而沙密尔这边 尤其是在战力上啊 觉得打的有一点点畏手畏脚 好 抢了后背 过胸 好 到地面 对 如果手不死的话就打击 好 好 好 漂亮 稍后呢比较大的体能啊 对的 然后在逃裸脚的时候呢 也是要耗费很大力量 把这种手掰下来 所以不知道到了第二第三回合 他还有没有足够的体能继续 完成这么高队抗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一回合 我们都有点替杀面的这个体能状况担心啊 出海一服这边呢 还是用自己的重击 在战力当中 嗯 又是要抱摔 对手推得很快 哎 这边滑倒了 哦 这拳基辅打到了 又是要拿背 这边又是拿了后背 然后连续的要砸击 但是对手也起身了 好的 再来一个分摔 这下应该问题不大 看出来啊 这个出海一服也是一个相当了得的摔跤手 没错 特别是在摔着一项 他明显比赛米尔更加干脆 是的 转到了正面 还是要把赛米尔往龙尔边顶 好的连续的杂击 这个 这个 现在上面显得很被动 上面也是防得比较好 满满 但是不能这样一味的不动啊 西基然后再转要抱摔 保住 漂亮 这一摔有点用力过猛 自己把优势的位置给摔倒 所以出海一服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摔跤手啊 而且自己的决队力量也大 这边看看沙米尔想要去爬后背 是的 现在后面的龙王挡住了他的去路 是的 现在后面的龙王挡住了他的去路 好 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侧身队 这个位置对沙米尔来说其实也比较的别扭 好看转过沙米尔应该还是想要去拿背 然后过腿 沙米尔可以在这个位置多记打一下 没错 没有必要一定要先去抢一些位置 着急去过腿啊 对 明显这个对手 体能和力量啊都是相当初次 西基 顶住对手之后给一个西基 这边又是突然到了非常被动的位置 没错 我觉得沙米尔在站立时候的防守相当的松散啊 看着很狼狈 对 但实际上还行 那这边啊直接背对的对手 有点无心面战的意思 你看总是过早的进入到防守当中 而且 这边有西基的机会 对 而且基本上不看穿衣服 身体漂亮 穿衣服啊现在可以用脚来记头 对 抱腿抽出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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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追击 尤其是在战力过程当中 沙米尔总是一接受到击打马上双手抱头 好 好像没有要太多还击的意思 有实际的机会 赶紧抓紧啊 抓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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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 回击啊沙米尔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一路要躲的话 赵紫阳老师也在提醒他 要回击 对出海衣服来说 他始终找不到一锤定音 能够击倒对手的这个机会 没错 这就是他的问题 啊这一拳打到了 上一个后手 抓住了对手的脚踝 没错 好的 到了后背的位置 拿背 现在我们看在后背的位置啊 出海衣服跪住对手的一个脚踝 是的 不让对手有起身转换的 小心不能打后脑 我 这个技术小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 是的 到了正面 这个出海衣服的体能真是可以 是 打了那么长时间 居然还是保持同样的比率 对 抓紧 抓紧 最后十秒钟 回击 应该能扛过第二回合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我是觉得 这一回合 除海衣服是真能打 沙米尔是真能癌啊 沙米尔的这个体能的临界点啊 就是突然会出现 没错 地上 在地面上一阵争夺之后 看他还是非常有力气 嗯 最少他站起来之后就突然没力了 这个体能来的没有之后啊 对 显得毫无征兆啊 我们也一起带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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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双方第三回合也是全胜局的比赛了 那出来啊 这个就是沙米尔这位选手 非常愿意在地面上进行进攻的选手 没错 所以到了战力呢 他不是特别适应 是的 显得比较被动 对 而且你看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是真能癌啊 对于初哈衣服的 尤其是拳法上的进攻 他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癌就癌了 反正我这好像也无所谓似的 但是在战力当中的进行 确实不是很擅长 没错 你看这就是我们觉得 他已经不行了 护法也没有了 身体基本上都已经软了 但是忽然间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又进地面了 一旦到了地面以后 这个力量就来了看 对 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学友 在抓这个抱摔的机会 对 现在抱了腰 顶到龙边 要摔 不能够抓龙王 这个把位抓得不错 在对手的腰的位置 是的 看能不能做一个半摔 对手的肩膀 现在脱一肩 用背来顶住这个龙王 没错 保持自己身体的重心 没错 这还是在目前情况下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别给他摔 别给他摔 要带摔 但是摔不倒 对 感觉沙米尔把自己所有的体能分配好像都用在了在龙王边的角力和地面缠斗上 所以在战力的过程当中就是 那你打你就随便打 我能躲就躲 能逃就逃 对 一看就是沙米尔这边 就一旦拿到两人贴身的机会 他就尽可能保持住 没错 不放过这样的机会 否则的话一旦到了远距离的战力当中 又是会出现刚才同样的情况 是的 很神奇的一个运动员 站着的时候浑身软 结果 一弯腰或者一趴下的时候 就变成金刚 好 我估计一到战力右软了 果然是 出海一虎最大问题 他的这个拳法精准都不够 没错 感觉是施大力程 但是基本上都被沙米尔这边给挡到了 好 又是这样 第一时间防守 可以看得更准一些 然后再进攻 出海一虎现在问题就是 面对沙米尔这样的特别主动的抱头型的防守 自己呢跟狗咬刺猬一样 简直是无从下口也无从下手 就是连续击打吧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始终打不倒他 这个是让人觉得很交织的一件事情 不过好在呢 现在比赛的胜副手啊 依旧是在他这一边 分析 好的 节奏的掌控是在 出海一虎手中 包括千两回合的优势也是在他这一边 现在就是急于想要去终结对手 转身拳 出海一虎手 这边啊 对手的拳法是对他没有太大的威胁 没错 沙米尔现在的出拳 基本上已经软绵绵的 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 好 对 压住 对 因为在场面上出海一虎 肯定控制的是相当的牢固 还是要再给一点输出 还是要再给一点输出 放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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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沙米尔在比赛当中的状态是 过于消极 所以赵紫阳老师也是示意编才 罚掉了他一分 有效暴摔 防摔 雅夸 洞海一虎这边防摔做得不错 还被顶到龙往边 这边啊一旦抓住了这个摔的机会 有机会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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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是给了这个沙米尔一次暴摔的机会 对 所以你如果看他站立时候的表现 有机会特别奇怪 刚才哪来的力气 把车海一虎给举起来了 真的是特别神奇的一个选手 好 现在又是想要去夹这个脖子来做断头 没错 但是我估计他现在的绝对力量不知道还够不够啊 在这个位置做断头的话 估计比较困难 对吧 因为手的位置不够深啊 到最后十秒钟 应该是不行了 刚才老师还在看 这边也是向裁判示意 杀 刚才啊也是 比赛最后这个 出发衣服呢 举了一个大拇指我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手势啊 也是让现场一阵虚惊 没错 这边就起来了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30比26 二号裁判 30比26 三号裁判 30比26 16 巴尔干半岛 爱琴海盘 希腊独立日前夜 献立不济盛宴 十名中国勇士 面对近乎疯狂的雅典观众 面对仿佛开挂的希腊斗士 陷入一场异常胶着的比赛 在希腊诸神的重视之下 谁才是最后的胜者 4月14日起 武林峰中心对抗赛 两期联播 中国队长傅高峰首战告捷 立夏日再度出击 刮起2018全台第一次热带风暴 入云龙董文飞商与付出 能否飞龙在天再入云端 5月5日武林峰震撼成现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WFF旗下 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 武林龙中队 我们在开封市人民体育馆 为您呈现 我是主持人立昂 古独开封 已经有了2700多年的历史 可以说 承载了中国上千年 璀璨的民族文化 开封也是八朝古都 也是我们中国的八大古都之一 在历史的鼎盛时期 曾经有过 变精复利 天下无的美誉 而武林龙中队 经过2017赛季 年终总决赛的对抗 我们也再一次带着 中国无限制格斗的 最强力量 汇聚在开封 金腰带的拥有者 将会面临新的挑战 而我们新一轮的榜单争夺 也即将打响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古都开封 龙中开战 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赢量级的定级赛 首先我们要有请蓝方选手 来自于格鲁吉亚的高尔基 寻的孩子 粉之抹 一月一百分钟 二十六十七公斤 二十七三十七公斤 二十七三十七十八 二十六十五 五五五五十五 从Georgia 这里是 哥尔茨 大家好 现在出现在屏幕当中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高尔基普德海兹 今年是21岁 身高1米68 臂展是1米73 这场比赛是一场57公斤及营量级的定级赛 此前高尔基在职业生涯的比赛当中取得了五战全胜的战绩 说完最后的简路就有请这个看上去讲的年少老陈的高尔基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场地当中 接下来出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我们中国 他的职业生涯稍微有一点点坎坷 因为重伤有一年的时间没有站到这个擂台之上 但是我们也相信经过这一年的磨练 也会让他在散场上的表现更加的成熟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打不倒的藏族小伙 球轮 Number 21 Number 21 嗨 酒 刚死 weekends 夜 散场 岩 语 ятся 受风 導cial 餘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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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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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上裁判史蒂夫 武林隆重队 隆重开战 武兰 观众朋友们大家 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东队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开封市人民体育馆 为你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平安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郑文琪老师 欢迎 大家好 黑的等裤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高尔基 而皮肤稍微黑一些的是球轮 是的 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藏族小伙 来自著名的恩博格斗俱乐部 上来双方也都比较紧续 高嫂 这一场57公斤的赢量级的对决 哇 神势 是的 逼上来 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进攻动作 后手打上 高嫂 但没有中 这手抱身体要摔 对啊 顶住 这手闯上双眼下 来一下 好 吃给 直接拉住了对手 好嘞 进入到了齐称位 很奇怪 对 高尔基刚才的这一下 真的是有点想不懂啊 这一拉直接拉到齐称位 没错 抓紧时间来孤注球轮的进步 对 送了一个对手 一个巨大的空挡 没错 这个齐称啊 就是自己的背齐称 真的是送给对手的 好 找到改进位置了 危险啊 对 正在球轮这个位置 打击非常的舒服 防盖 小心 对 裁判斯蒂夫果断地叫了一个TKO 自从高尔基送给对手 一个巨大的破绽之后啊 这个球轮就没有把 没有放弃这个优势 是的 直接把对手给终结了 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啊 持续的压制性的进攻输出 直接让斯蒂夫叫了一个TKO 在这儿也要恭喜藏族小伙球轮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至第一回合 1分34秒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有请颁奖嘉宾 刘宇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 刘刘栓先生 为获胜方颁奖 感谢颁奖嘉宾 恭喜获胜选手 比之前啊都放松了很多 因为每次都地面比较差吧 然后这次对手也地面挺强的 然后就一直防着他的摔牙之类的 比以前好很多 真的就也强大了很多吧 巴尔干半岛 爱琴海盘 希腊独立日前夜 献立不济盛宴 十名中国勇士 面对近乎疯狂的雅典观众 面对仿佛开挂的希腊斗士 陷入一场异常胶着的比赛 在希腊诸神的注视之下 谁才是最后的胜者 4月14日起 武林峰中西对抗赛 两期联播 中国队长傅高峰首战告捷 立下日再度出击 刮起2018全台第一次热带风暴 入云龙董文飞商与付出 能否飞龙在天再入云端 5月5日武林峰震撼成现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WLF旗下 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 武林龙中队 我们在开封市人民体育馆 为您呈现 我是主持人李昂 古都开封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 可以说承载着中国上千年 璀璨的民族文化 开封是八朝古都 在这里也有着非常厚重的 传统武术的基点 在开封现在有21个民间武术的研究会 还有26间武馆 在一个城市当中 能够有如此繁多的武术流派 也是非常罕见的 而这一次 武林龙中队带着风靡全球的 无限制格斗来到开封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武术 和风靡世界的无限制格斗 做一个完美的融合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女子营量级的定级赛 首先要出场的篮方选手来自于俄罗斯 在她美丽的外表之下 时刻准备着向对手发出致命一击 掌声欢迎来自俄罗斯的克里斯蒂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方选手他拥有着惊人的天赋 惊人的力量 还有惊人的训练量 而这些也造就了他 目前在我们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上 两连胜的战绩 接下来掌声有请中国选手 严祁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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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方选手 今年20岁 身高1米57 臂展1米56 体重57公斤 来自山西新度武术俱乐部 目前的积分同样是500分 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延祁慧 厂上裁判精军体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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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F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开封市人民体育馆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评论员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特别评论员郑文奇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两位选手啊 身高有巨大的差距 没错 袁崎卫这里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真的 这单腿抱摔到了侧面 因为两个人足足差了13公分的身高 而臂展也是差出去了19公分 对 所以克里斯琳娜一看就是这种特别瘦高型的运动员 而延祁慧这边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小钢炮 现在一把对手压到侧面 看到克里斯琳娜踩着龙网 想要把身体给转出去 没错 看看能不能行 应该能转过来 柔韧性还是比较好 但是延祁慧的压制力也是非常大 对 这显然是个力量型的选手 没错 非常的敦实啊 所以这显然是个力量型的选手 没错 非常的敦实啊 所以在压制上面我觉得应该是她的强项 而且我们之前能够看到的是肌肉维度也是非常的好 对 这边她侧面始终是在找可以击打的机会 没错 但是下位的克里斯琳娜因为踩龙网 所以 对 这军题老师也是提醒克里斯琳娜 可以踩龙网 但是不能用脚趾勾龙网 脚趾勾龙网 没错 到测身 现在延祁慧还是死死的压制住了克里斯琳娜 但是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 其实作为延祁慧来讲 因为身高差了这么多 她想完全压制住克里斯琳娜也不是一个箭太容易的事情 好 到其成位 好 到其成位了 一个垂机的机会 这是延祁慧最擅长也是最喜欢的把位 好的 连续的打击 这时候手臂很长啊 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脑袋 但是要小心啊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容易被叫TKO了 果然 在这个压倒性的压制之下 然后连续的垂机啊 克里斯琳娜尽管还能够保持这个神志的清醒 你实际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对手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没错 而这也是延祁慧最喜欢或者说最擅长的获胜方式 在这儿要恭喜延祁慧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至第一局2分30秒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红方胜 有请班奖嘉宾 渡舍设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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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 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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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 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 祝贺你 祝贺 现在是三连胜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吧 因为我备战的时间也挺充足的 过完年一直回来都一直在备战 通过这三场比赛 我发现我自身还有很多缺点 首先是对这个项目 我接触这个项目时间还不长 还有就是我对这个地面技术 这个还不是很完善吧 也练得也比较晚 还就是我自身比较僵 步伐这些还不是很灵活 还得加强 巴尔干半岛 爱琴海盘 希腊独立日前夜 献立不祭盛宴 十名中国勇士 面对近乎疯狂的雅典观众 面对仿佛开挂的希腊斗士 陷入一场异常胶着的比赛 在希腊诸神的重视之下 谁才是最后的胜者 4月14日起 武林峰中西对抗赛 两期联播 中国队长傅高峰首战告捷 立夏日再度出击 刮起二龙一八全台 第一次热带风暴 入云龙董文飞商与付出 能否飞龙在天 再入云端 5月5日 武林峰震撼成现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